好香喔 嗨 今天星期三 我會出院走去Nottingham 雖然也不是很遠 因為只有一個小時 但去之前要去一個地方 就是去做運動 至於做什麼運動呢 隔離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就去Hoverhampton的大學 做什麼呢 就是看人 看球 因為我男朋友 跟朋友一起去看球 所以就過來看 請了假 本來是去Notting的 但早上想去參加球 所以就來了 今天天氣非常差 希望現在去到Nottingham 沒有那麼大事 因為沒有帶傘 沒有帶桌子 而且沒有帶桌子 而且英國天氣 都是在遠遠 之後 都會很快就成天 希望今天也是這樣 拜拜 我現在已經穿了衣服 因為現在還在下雨 然後呢 所以一定要穿衣服 因為有點濕凍 我看到這個天氣 過來也有15-6度 平時的15-6度 其實是會比較 都會暖的 但是今天也下雨 所以就靈體 by the way 我真的說 我現在這件衣服 在 在MAN的Unital買 然後我覺得 是沒有買錯 因為呢 我整個冬天 我大部分時間 都是穿著這件衣服 就是如果是再冷些 就會穿著這件衣服 然後 外面穿了一件大褲子 基本上 都已經是很暖 所以今天我也是 只是穿著這件衣服 就算下雨呢 都是不冷的 所以 大家都可以 考慮一下 買這一件衣服 現在就去了這間餐廳 在餐廳裡吃 是吃的 吃的 就試一下它的 布 試一下 也挺帥 而且很香 而且呢 背景是一樣的 挺帥的 挺帥的 味道是從香港的 好吃的餐廳 都是一樣的 而且 河粉也挺… 挺堅韌的 很好吃 吃一口這個 這個… 生牛… 生牛… 我覺得… 跟香港的… 薄薄的生牛 其實是有一點距離 但是 還是好吃的 而且挺成熟的 因為挺大 挺不錯 而且呢 這間餐廳呢 它有很多 很打卡的位置 而且… 整個氣氛呢 是很… 就是比你的餐廳 都很有這個食材 是裝修 還有野食 還有甚至是餐牌方面 它都… 花了很多心情 所以我覺得是… 也… 都沒有禮錯 而且 也值得大家去試一下 看這些月亮的菜 很愛 我覺得呢 Notting 給我感覺是… 很有這個城市的氣息 因為周圍都… 很多人 而且巴士呢 又很有這個… 親切感 然後周圍的建築 很好看 所以都… 挺舒服 雖然是這個… 星期三過來 又不是什麼特別的節日 但是… 整個城市都很多人 而且… 感覺上都挺有活力 因為好像大部分人都是… 好像年輕人 不過… 真的挺舒服的 看到什麼呢 再酸酷一點 去… 老闆 這家店呢 在英國很多不同地方都有 然後它裡面賣的那些 是什麼都有的 但是… 就很便宜 所以好像有些日本的京都便宜 但是呢 它是… 都挺… 品種幾多 品種幾多 我會覺得是… 英國版的Mini Soul 對 所以… 都挺喜歡這個地方 很尷尬 現在是5點鐘 我們其實這個… Rottington的… Trip呢 都是以食為主 所以呢 我們現在吃夜晚呢 是一間… 日式餐廳 吃這個… 串燒的 那麼呢 它的名字呢 香港人都比較熟 叫南亭 香港也有一間藍亭 但是呢 都不知道這裡的藍亭 跟香港的藍亭 不一樣啦 但是不要來了 吃了才說 很久沒吃過… 枝豆 其實在很多… 譬如中超 或者日超 都有枝豆買藍 但是呢 經常都猶豫呢 就是可能… 好像五六磅 有一大包 然後就可以了 算了 遲些才買 遲些才買 但是最後都沒有買過 所以今天就吃一次 枝豆啦 是那種… 是那種… 日式的… 五串燒鋪吃的 枝豆的那種味道 真的很不得 嗯… 好笑呀 對呀 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最喜歡吃的瓜 菜肉瓜 對呀 很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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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個是… 看看這邊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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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香 要點一下這層味粉 嗯… 很香的 很脆呀 剪椒那種… 火氣呀 哈哈 很香呀 有種沙的鮮味 不是假的 真的香呀 我超喜歡戳蝦頭 蝦膏 有蝦膏 很香 而且蝦很大 好吃 很多 蝦膏 哇 那些蝦膏 很多汁煸出來 會不會用手吃 這是我的眼 用口來看 它不會燒到太過乾 還有蝦汁 蝦肉 有些 有些水分 有些水分 很美味 不好意思 我已經吃了一盤 但我想說這個很好吃 這些炭超級 還有外血內軟是不一樣的 然後 加上七味粉 沒有很淡 超級 還有腰 其實我都不知道什麼形容 不過 我都吃完之後 有很多種滿足感 吃完串燒的滿足感 的感覺 好吃 看到這個是邪駕 走進去 竟然有街招 真是club room 好 這杯很像綠茶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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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這就是一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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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打卡位,而且整個整個巴和Club 就是這樣 而今天這個Nortingham的旅程就去到尾聲 現在是7...現在是8點鐘 我們就開車回家了 回去待會9點半左右 準備明天上班了 好吧,就這樣吧,下次有什麼地方去 我再跟大家說吧,bye bye